中餐厅那儿强势袭来 今年的中餐厅开到了法国的浪漫风情小镇科尔玛 这是一个游人众多的小镇 历史悠久的教堂 还有标志性的雕塑 先旁盛开的花朵 还有热情的科尔玛人 时的中餐厅第一季开播 就让观众感觉到内心无比的悠然畅快 除了地方选择的好意外 今年的中餐厅选择的团队 也是非常具有看点的 而且他们成员彼此之间 也都十分具有化学反应 给节目也带来更多的乐趣 中餐厅地老板是小燕子赵薇 热情开朗 坐视雷厉风行 负责掌控整个中餐厅 舒奇则可以说是中餐厅的美女服务生 鬼马精灵 温柔大方的舒奇则负责招揽顾客 武阿哥苏友鹏则负责厨房里面的工作 坐视沉稳 专研好学的苏友鹏 可以说是掌控整个厨房领域 还有小白白举刚 可以说是什么差事都干了人了 脾气尤其的好 还很勤快 做饭还是一把好手 也是厨师的得力候选人 还担任司机等等工作 小凯王俊凯则是一格阳光 开朗大男生 主要跟舒奇一块负责大厅里面的工作 点菜上菜之类的 每个人各司其职 在第一集中 赵薇就显示自己比较傻的一面 可能也是大部分女生都有的问题 就是赵薇真真的是一个鹿吃啊 他在找到中餐厅所在的位置的前面 转了好几圈 都没有发现身后就是中餐厅 舒奇到达科尔玛小镇以后 情况也是和赵薇一样 光找中餐厅 也是经过了一个多小时 也是妥妥的一枚鹿吃 好不容易到达中餐厅以后 两个闺蜜总算是经历了千辛万苦相遇了 然后赵薇主动提出带着舒奇 去他们以后将要住的宿舍 舒奇半信半疑的说 你知道怎么去吗 我可知道你找路的能力还不如我呢 赵薇自信的说 放心吧 我之前都去过一次了 绝对没问题的 然后两人就开始了寻找宿舍的路程 结果赵薇不负众望的没有找到宿舍 舒奇无奈的摇摇头 说我就知道不应该相信你赵薇尴尬的笑笑 其实他们两个人已经来回路过好几次宿舍的门了 但是赵薇压根就没有发现 后来他们还是回到了中餐厅 两个女人虽说都是结婚的女人了 可是还是少女的满满 傻得很可爱的 白举刚可以说是一个耿直男孩 跟苏友鹏坐在一个车上 白举刚看着苏友鹏欲言又止 还止不住的笑 然后终于说了句 友鹏哥我想跟你说个事情 我真的是看着你的五八哥长大的苏友鹏也是大笑起来 说我知道 你就别说这个话题了 看来桓叔哥哥是许多人的童年了 王俊凯由于其他工作都比其他人晚到 小凯一见到这么多前辈 十分的有礼貌 而且行李箱里面还带了许多火锅底料 不愧是重庆男孩 赵薇提议大家 多做自己的一个拿手菜 自己选购食材 小白不愧是实力选手 做得瞎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苏友鹏做的苏肉 也是得到称赞满满 本来以为年纪轻轻的王俊凯可能不会做饭 没想到一个蒸水蛋和炒米饭 虽然是很简单的菜 但是味道都捕获了所有队员的心 舒淇做的是满鱼 简单的制作方法 味道却还出人意料的好 赵薇做了一鸡肉 一开始由于鸡肉太老 味道不太好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